资联会真是不知道熬得多久 先前有跟大家讲过的 他们好几名的常委 上个礼拜三8月25号 收到警方国安署的信件 就说警务署署长相信资联会 是属于国安法实施细则下的外国代理人 规定资联会需要在9月7日或者之前 还有大约一个礼拜左右 提供职员和香港成员的个人资料 除此之外 也要求资联会提供由2014年开始 是2014年以来 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等的财务往来 和资联会这8年所有活动的资料 资产 开支和收入 又要求交代周恒彤今年收取一项三千元款项的原因 就这三千元的款项 Asia Democracy Network已经发了声明 那里说这三千元是他们给的 是周恒彤今年2月4日的稿费 而周恒彤所赞写的那两篇文章 已经登在Asia Democracy Network的平台上 他们又说 除了周恒彤之外 也有不少人获邀赞文 文章刊登之后 他们都是会给稿费的 Asia Democracy Network重新 给稿费在文化出版平台是非常普通的 这一点我想任何人都应该会同意的了 特首林郑月娥今早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被记者问到警方去信支联会要求提供资料 和作出调查 是否打击公民社会 林太太当然是否认了 强调香港国安法不是猛牙的政策 林太太又再一次教我们如何了解国安法 她说 根据国安法第43条 警方有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动用6条额外的条款去执法的 对警方的执法很有信心 相信他们是根据已经有的证据来执法的 她不同意警方执法 是对公民社会的打击 又说香港社会上仍然有不同的非政府组织 即所谓的NGO 承担着公民责任改善香港的情况 至于某些登记或非登记组织 如果肆意破坏香港的安全 还有联合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话 政府是不会容忍 警方一定会严格执法的 相信针对支联会的行动一定会陆续有来 不单止是支联会 还有跟支联会有关联的组织 都可能会是被针对的对象 也会被纳入行动范围之内 大家只要看大公报和文汇报 就会知道状况是如何 这两份报章 昨天同时引述了消息说 警方除了对支联会展开全面财务调查之外 也会调查支联会去年发起众筹的网上人权博物馆 这个网上的博物馆是支联会去年众筹成立的 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在去年6月4日 宣布透过国际众筹平台Kickstarter全球众筹 在网络建立一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用来永久保存八九文运的文物影像等资料 防止任何人散改历史消除记忆 目标是筹集150万 港区国安法是在去年6月30日深夜生效 而众筹由6月3日横跨到8月3日 即是国安法生效后众筹活动仍在进行中 支联会最后宣布众筹收到1186人捐167万05千元 人权博物馆的网站在今个月初正式开放和面世 但人权博物馆已经脱离了支联会 是由一个独立的策展团队负责去运作 就是交给曾经经历八九文运的中国记者 作家长平做总策展人 其余的策展和制作团队成员 在网站只是以显示英文名或简称 这个网站有六大展馆 含蓋八九文运历史和相关的艺术品 六四的死伤者资料 香港六四集会和其他抗争运动的历史 博物馆也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 由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夏 日本东京大学学者阿古智子等人所组成的 有支联会的前成员透露 当年计划人权博物馆是想它属于支联会 由支联会直接去管理的 但参考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情况 常委上个月决议将博物馆拥有权 交给长平为首的团队 支联会常委梁锦威说 自从常委今年7月通过 8月公布将人权博物馆拥有权交给第三方面后 支联会和博物馆现阶段 在财务上和管理上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如此 但根据《文匯报》和《大公报》的报导 这也不能令博物馆免于受到现今的调查 两份报章指警方的调查方向 包括协助举办有关众筹的筹筹者 形容这是一个支联会 火同海外反华分子所组建的博物馆 也会调查网站的刑文者 《文匯报》说 博物馆内容包含大量煽动的言论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警方昨天没有回应究竟是否在调查 博物馆有没有违反港区国安法 只是重申说会继续根据有法必依 执法必嫌违法必救的严谨态度 积极处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组织 以及调查其他相关组织 按着实际情况依法采取执法的行动 消息既然传得出来 《文匯报》《大公报》既然都报道得 相信很快都一定会有后续行动 《文匯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